混血儿被说不像她!爱丽丝被误任,亚洲保姆,超心碎! 女星爱丽丝去年底闪嫁英级外交官马培迪,今年3月产下二子威廉蒂,加上与前夫生的女儿莉莉酱,一家四口定居法国,感情甜蜜蜜,但爱丽丝今天却在脸书透露玻璃心碎,因为一堆朋友都亏儿子不像她,还说她在国外一定常被误认为亚洲保姆,她虽微笑但其实心里超介意。 爱丽丝在粉丝团贴出她和威廉的对比照可见威廉笑起来的嘴型和美语,和爱丽丝的娇媚有几分神似。 但爱丽丝却说,身边其实很多人笑说儿子不像她,还开玩笑说在国外一定常被误认为是儿子的亚洲保姆,她说虽假装不在意,但其实心里很介意。 因此才放上这张和威廉的对比照,要让大家瞧瞧眼睛有像妈妈,笑容也有像。 网友看了都说威廉有一双迷人,燕燕跟妈咪模样一样甜美的,还有人安慰其实是有像的。 只是也是很明显的外国宝宝所以大家才会第一感觉是爸妈都外国人。